马公索港北极店昨晚举行夜巡绕境活动 晚间及时一到 景安北极店真武大地 以及索港北极店刘府千岁降价 为这一次的夜巡活动揭开序幕 随即由庙方乡劳委员依序请令请神 安奉于神教上 救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参与夜巡有庙出动武教相挺 由景安、铁县、中赫会沙桃太子等十余顶神教参与 五光石射、霓虹炫耀夺目与烟火释放 让整个夜空是更加的亮眼 虽然是小犬台风过境 但仍不见信徒们的热情 沿路参与绕境 而首港北极电的法师长表示 这是三年科技道 千岁爷交接特别降纸办理夜巡活动 开始 今时有第三号机 三年岁他说他在高速的亚孙 第三号机他说他在古板亚孙 他就不许说亚孙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行程 今天我們幫主辦會雅蘇無動嗎 以前有啦,因為他已經 其實他主辦是 什麼時候,他一天跟他說會雅蘇 兩天可能還有比較大生態的 口語、口語不點 所以如果沒有發情話,他每天都會去 今天這個日子是看好的嗎 看好的,是 好,好,好 而绕境队伍抵达澎湖指挥工前 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 由卢主庄副权副主委王顺煌 总干事许日清等人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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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了解索岗北极殿主是玄天上帝 2018年迎回梁田甘柳五五府千岁 祈求庇佑乡内家户平安 消灾直福民众都能安居乐业 而整场的夜巡绕境活动 也在各界共襄顺举之下圆满结束 记者陈淑慧报导